那個沒事的就坐下來,那個不要站著,往前面走,來往前面走,拿個板凳往前走 紅色的板凳全部坐到這邊來,前面 沒有事的人請坐下來 各位動心,大家午安,大家好 好 你們現在的手中,我拿一份叫做 擬議的台灣民意調查表 你們聽清楚,這份調查表 就是明年上半年 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委託 某一個民意調查公司 要來全台灣做一百萬人的民意調查 這個民意調查的 這個題目 現在在我們的手上 你可以不要據名 你閃閃的,稍等的 你要搞得回來 你要交回來 現在開始寫 沒有拿到的,請舉手 你們怎麼是寬佔的 你有這個好不好 你們是 你們是 怎麼辦 賈集中的 賈集中的,那是台南州的 台南的嗎 高雄的 高雄的 你賈集中的 國情治福 他會什麼 不用寫名字 那個 那個志賀 那邊有一些人沒有拿到的 請你傳去給他 那邊有一大堆人沒有 那邊有一大堆人沒有 沒有拿到的請舉手 其他人不要講話 你看完了以後 這個題目啊 要在你的腦海裡面要放進去 至少要放四個月到五個月 不要忘記 你現在寫的 不一定會丟 沒關係 稍等一下 我會跟你講正確答案 但是 你現在寫的 我要先跟你收拾回來 因為我們也要做電腦統計 因為這個統計一下去 全台灣 可能會百分之幾 會什麼樣的答案 我們要做一個 事先的演練和猜測 你們有少部分的人 沒有穿制服 是什麼意思 你們的職前訓練 是應該要穿制服 甲級動員更應該穿制服 沒有穿制服的請退到最後一排 沒有穿制服的請退到最後一排 不請最後的到最後一排去做 沒有穿制服的到最後一排去做 我再講一遍 沒有穿制服的請到最後一排去做 我最後一排去做 沒有穿制服的請退讓一下 為止 有珊瑚 用法 給人太多了 這個請退 我不要穿制服的請退 我放下 你 参加职权训练的学员请注意 参加职权训练的学员 等一下你还有一堂的考试 如果你没有参加那个考试 考试券上面没有你的名字 你今天这三天的在这里的职权训练都会作废 所以请你清清楚 参加职权训练的童心 等一下还有一堂的考试 你千万不要提前走 因为没有看到你的名字 你会被化掉 这个前面有四个位置 可以让后面四个人到前面来 有穿制服的四位 有穿制服的四位可以到前面来做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你来坐头前 你听得比较清楚 前面还有四个空位 你有穿制服的可以到最前面来 这个民地调查表还没有写好的请举手 还好继续写赶快 等一下统一搜 你们不要现在就交 等一下统一搜 这个民意调查不是考试 所以你也可以跟你旁边的人商量 这是被允许你跟人家商量 请不吝点rons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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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排傳到這裡就好了 這一邊六傳到這裡就好了 這一邊傳到靠走廊的地方就好了 還沒有學好的繼續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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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寫好的人繼續寫 那坐在前面的第一個 請站起來往後面把它收起來 把調查表收起來 如果你還沒有 還沒有教的請舉手 還沒有教動作快一點 好了沒有 還沒有寫好的請舉手 我都寫好了 來各位 來 大家坐好 不要那麼高的啦 你現在說話 我現在說頭前有聽的 後面沒聽的 到時候你就說齁齁叫 說你都沒聽到 聽清楚啊 今天這前半部這樣的人 是職權訓練 職權訓練就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所設定的你要當台灣民政府的官員 必須經過的最後的一個階段 整個台灣民政府 錄取官員就是一定要第一 初級班 第二高級班 第三法理點招 第四職務點招 第五職權訓練 等到你職權訓練結束以後 您在職權訓練 職權訓練的人 就有資格到中央辦公廳的電腦去輸入你所要挑選的職務 但是今天只有剩下高雄州可以這樣做 其他的五個州因為電腦都收起來了 因為他們已經參加過專訓已經結束 專訓結束的時候 就是說每一個人有受過專訓 他的職位把它完全確定 確定以後 我們中央輸入電腦 這個電腦是直接為我們的辦公室跟美國聯繫 所以有的人 在昨天下午說要來專訓 我說太慢了 你給你遲到一些沒有關係 但是你遲到了太多 我們電腦就打不進去 所以現在專訓就只有剩下12月 12月12號到14號 這個有一個專訓 這個專訓有什麼專訓 就是12月7號到12月14號 8天7夜的等於全部的課程 初級班 高級班 法理點招 職務點招 跟職權訓練 所以你如果沒有趕上的 你今年度的最後一個T字 就是12月12、13、14 那是職權訓練 這樣有清楚嗎 有清楚會怕手 不清楚會怕手 你都有清楚齁 所以我已經講 我講個話 不清楚你自己要付錢 我再講一遍好不好 好 每一個人台灣民政府的政府官員 一定要經過五道關卡 初級班 高級班 法理點招 職務點招 職權訓練 職權訓練以後 你做什麼的官員 還是什麼的議員 但是各位你要知道 現主席 除了台北州以外 議員的名 位置 已經全滿了 當然中央也是滿了 所以變成議員的部分 你已經沒辦法競 現在只有一種議員可以競 就是 郡守 就是每一個郡 有五十個郡 只有郡裡面 那郡的議員是怎麼來 你這個郡 平均 不是平均 就是每一萬人 可以選一個議員 用我們指定的 不是用選的 所以你如果自己覺得說 你一直要做議員 你要做議員 你在這個職權訓練的時候 你要填的 受訓的項目是什麼 就是議員項目 你不可以說 職權訓練 訓練的是內閣 但是你要去做議員 當然你現在會跟我說 我們現在議員 內閣黑雄 都一樣 那是只有這次而已 過去我們是議員 是議員的專訓 內閣是內閣的專訓 這一次因為是最後一次 就是為了讓大家 有的人是因為時間 沒辦法來 有的是上班 有的是出國 所以我們這一次是 說得難聽就是 頭吃飽的 議員也可以 內閣也可以 黑雄也可以 那只有這一次而已 所以你們這一次 你們那時候填的是什麼表 就是什麼 有很多人很會 他明明疼議員 現在就把主席內閣 這個主席內閣 電腦打下去 他現在不會跟你記載 但是他跟美國 就把他記載掉了 這樣意思聽到嗎 所以你如果要當議員 你一定要接受議員的專訓 要當內閣 要做內閣的專訓 萬人 萬人 你現在都撐好了 現在發言說 是啦 我只有受內閣專訓 但是我定義要做議員 這樣要怎樣 你有最後一個機會 12月 12號 13號 14號 會值錢訓練 你來播 那個議員的專訓 你聽到有沒有 我再說一次喔 你不能夠我揮 我說得很清楚喔 你不能夠揮 每次講得很清楚喔 時高就總是有人來加揮 我就聽不清楚 聽不清楚是誰要負責 我嗎 自己要負責嘛對不對 所以我要再講一遍 有的人是 坦白說有的人頭腦還不錯啦 我三個主席要怎麼拿起來 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來 三個主席要拿起來 要撩很多時間的啦 對不對 你要一次議員 要一次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做那個隔園 要撩很多時間啦 尤其是黑熊啦 我們現在是規定說 四十歲以下才可以黑熊啦 很多機關 五六十歲 他說我黑熊可以 我身體很好的耶 他沒有說有這種的人啦 但是你要知道喔 黑熊我們以後會有司法權 司法權的意思是 可以去逮捕 可以去做 如果上面有什麼命令 說某某人貪污啊什麼 他有代表的權利啦 所以這一種呢 我們是希望說 你的學歷要稍微一點點 前面不能說不要理 還要做黑熊 那很疼 我不是說你不要理 我看不去齁 所有台灣民進府 所有的政府 大家都平定 大家都一樣 這是我們台灣民進府 一直強調的 你現在做政府官員 你要很謙卑 你前面不能說 你因為做官 在外面很得意 你那老天也要幫你搗三天 這邊的選舉 民進黨他要調了 這 引擎這種的情形 和我們所說的 說總統放給國民黨條 和放給民進黨條 一樣 放給國民黨條 是中國 國民黨條 放給民進黨 放給中華 民國民進黨 啊這個中華 這個民進黨去反反 我就覺得 我要看看 啊又過你要怎樣 又過你要怎樣 你民進黨要怎樣 你比較做就是什麼 中華民國 啊如果中華民國 有一天你也是要再選 啊你選 你可以保證你每次都調嗎 未必見得 所以 像這邊非常好 啊我跟各位 坦白說 美國已經和我們開始在談判了 下個禮拜 禮拜三晚上 由美國直接飛飛機來 只有兩天的時間 跟我們談判 我看他們老早就告訴他們 說二十九號 昨天 民進黨會調料料 欸這個調料料 又很出名 現在一個調 我看那些 AIT的理事長 白樂器瘋了 這很好笑 這 欸不要拍手啦 這個不要拍手 AIT幾個 對中華民國很好的人 連三兩個都瘋了 欸怎麼這麼剛好 我就想都沒有 這都二十九號瘋了 酸酸就瘋了 欸欸欸 啊我跟你說 馬英九已經 明天在 然後在 禮拜三要是那個 董主席 乾你屁事 你們拍手有什麼意思 你是國民黨的喔 我感覺齁 你們 我感覺齁 有的童心齁 頭腦到今天都搞不清楚啦 馬英九 不要說 他是 董主席 是總統 也是他們 中華民國的事 跟我們無關係啦 這樣發肥 這樣發肥 你們這樣想 到底是你們想什麼 你們要做官 我煩惱 我沒有跟你騙 我不是說家人 我是講真的耶 我真的 我常常在這裡 這裡的吉祖說 我說我們要這件 是要怎麼這件 這裡頭腦都 亡亡亡亡亡亡亡 亡亡亡亡亡 亡亡亡亡亡亡亡 我心態耶 他讓你們這個調查表 這是美國非常特殊啊 先告給我們啦 現在國務院這邊喔 跟這個國防部 兩個有一點堅持不下 他說啊不然這樣 我們到台灣去做民意調查 做一百萬個台灣人的民意調查 當然他會印幾本 前面有縮貼 不然他會印兩百萬分 看他收幾本回來 這個裡面 我們看這個裡面這些題目喔 我想我要簡單稍微討一下 給你有一個印象 他說你的父母 或是父母 一方或者雙方 一個還是兩個 是不是在1945年9月2號以後 從中國來到台灣 如果這樣台灣人是 不是啦 但是那些中國人 所謂的外星人 嫁給外星人 還是娶外星人 那種的 當然是是啦 再來 根據你的了解 你的祖先的國籍是什麼 這有很多人喔 會殺中國來 其實我們是從中國來的嗎 不是啦 所以你的祖先的國籍 如果要殺 應該殺什麼 日本 還不殺台灣 不是 日本殺台灣 如果殺中國的 那都是 那些事項就不對了 第三條 你知道 你的中華民國國籍 是怎麼得到的 台本的人 都不知道啦 還是怎麼拿到的 是1946年1月12號 以行政命令 用節餐自治01275號 文 叫我們台灣人 日本人 我們這裡日本人的 國籍集體規劃為 中華民國國籍 是從那裡來的啦 但一般人都不知道 台本人都不知道啦 再來呢 他說 你或者是你的祖父 副祖啊 是自願成為中華民國國民嗎 不是啦 對不對 再來呢 你的父輩或者祖輩啊 當年有更改為日本姓氏嗎 有的有的沒有啦 有的呢 才有百分之二十啦 那日本的姓齁 有的人 那個姓在日本就有了 隔壁說 我 我姓的林 海仔石 日本有海仔石這個名字 但是我的老婆是給我改名 他改作母林 那個母是母書的母 叫做 我有改 以前那個柯文哲 他是改作 阿歐山 青山 很多人齁 有很多 有改 但是也有很多 沒有改 但是那個老婆 1945年4月1號 在台灣實施 日本憲法 以後 所有的人 都變成日本國籍 但是 那個革命就沒有考慮 所以我們這裡 叫我們什麼 黃明的後衣 完全正確啊 他跟監獄也沒有道歉啊 所以人家講得對了 但是我們退的台灣人都不知道 叫他說 這是跟他母學 有什麼母學 這很驕傲啊 豐民耶 豐地的住民耶 哪有什麼 說要做害羞 還是說什麼 不好意思 沒有嘛 再來呢 你贊成使用國際法和戰爭法 處理二戰後的台灣國際地位嗎 這小聲 表示 你來這裡 你贊成就是贊成嘛 那不是 對 我們在台灣是國際法 戰爭法嘛 那不是 對 你不可以說 真的民調在殺在黑白 我告訴你 雖然是百萬分之一 這很重要 不要黑白什麼 再來 你是否認為 應該讓台灣 本土台灣人參與公開 自由投票 或公民表決 表達台灣人 對於台灣及台灣人民的主權 有自治的權利 我告訴你 這個問題就出現了 這個問題 你覺得是還是不是都對 你沒有通的 就說 是 你有通的 你會說什麼 不是 因為你知道 台灣這個土地上野嘛 但外面那個土地那邊 不知道嘛 他說 我都要求獨立了 這美國做的地方不是我 這是美國有關單位做的題目 所以我們盡量按照我們的意思 就是不是嘛 其實美國的政情也說什麼 不可以台獨對不對 再來 你自認為自己是日本台灣人 中國人 或日本人或其他人嗎 你是什麼人 日本台灣人 日本台灣人 那如果有說台灣人 你要選台灣人也可以啦 但是 實際上來講 你有看你的人 你就知道你說你是日本台灣人 你是我認為台灣應該尋求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嗎 我告訴你 你們就是我們 我們都是不是 在外面的一定是是 其實我們這個不是 也是一個先決條件 那如果要怎麼當年去跟日本天皇塞 我們有一天沒有兩次也不一定 但是美國不會答應 美國不會同意 所以我們還是按照我們的本意下 不是 根據你對前述背景的認知 你認為台灣是否應該尋求成為日本的一部分 是 當然不是 當然不是嘛 所以李定衛這邊 第一次李定衛去歐斯卡 跟這個 中正大學 演講的時候 他說 希望 現實是台灣的政治人物 以後不要再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有啊 這邊剛才說的 說不多久 但是當時 蔡英文在那個 勞工中心啊 高雄的勞工中心 說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 其實李定衛自己 李定衛自己 李定衛現在自己說 他現在我們的律師 他現在知道了 他現在說 不要再講了 因為台灣民政府已經成立這麼久了 美國已經在全力在支持了 我告訴他 日本政府也正式告訴他 他支持台灣民政府 要讓他成立 這篇 你們去日本 我保證你們會感受得到 你要報名已經不符了 已經都欺負我了 160個都欺負我了 160個 這篇有做一個特別的節目 160個 我們分做十三組 去騎街頭 上街路在日本 那個叫什麼 上街路走路 那叫什麼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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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妹裡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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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大家都可以走 我們現在分做十三組 十三組 十三組 穿這個 派菜帶 一張一張的米 我們要分一瓶 一個人送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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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準備兩萬瓶 要送一瓶 這有特別嗎 有 有 你看你後面 你會跟你的驚孫說 我當年為了台灣去日本的街頭去噴米 等一下你們拍什麼手 你們就沒有報名要拍手 有報名要拍手 你們好運 你們中 我給你們好手放下來 你們這邊 你們在瓶米 要叫人自己拍手 那個手 在公斤街頭 那個手 我告訴你 那張最回來 要把它撐起來 我沒有騙 把它銷得清楚 這張是在日本東京 噴米 米 對不對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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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報名一堆 我就沒辦法 沒機會了 對 你沒有過五萬歲不可以 好 以後再說 再來 根據你最前述的 這個 你最喜歡成為哪一個國家的公民 第一 第一 日本與台灣邦聯 對 對不對 因為 你說日本與台灣邦聯 台灣人 因為日本比我們更大 比我們更有錢 他們也比較不怕死 我們坐在後面好乘涼 我們跟日本人說 我你的大兄 小弟生死 大兄在後面 所以 稱為哪一個國家 要稱為日本 是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中國 美國沒有 中華民國 不會 獨立的台灣國 來 有要參加獨立台灣國的騎手 我跟你說 你如果要參加變成獨立的台灣國 第一 你的學生都說先去做兵 第二 去買武器 去交稅金買武器 你買嗎 買 台灣人一四人最初選什麼 做兵和交稅金 是不是 對 那我也沒有 那台灣做兵是不定義的 對不對 可以做完 所以 所以老的 這個要做 美國要求 背上 這慢慢是 不要緊張 再來 你最喜歡 你最喜歡 台灣成為哪一種情況 這邊說 這是日本的邦聯國 日本的邦聯國 我們台灣 可以怎麼樣 我已經有說過 我們可以變成一個醫療國 我們可以把那個農業生產得很好 精緻農業 對不對 給難口的 給日本人去做 開門給我們來做 種水果也不錯 做農夫 每天欣賞的美麗的圓景 不過做事也很難口的 不過 你如果想說一台小車可以換一台電視 你就很不幸福 以上就是今天 大聲要跟我們各位說的 再來 再來 我們 在12月底 我們會 在三個報紙上面 刊登廣告 這個廣告的內容 我們現在想說要夾帶 這個 民調公司的這一個題目 因為 我在想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成立 四年 不是成立四年 分年四年 這分年幾千人而已 你如果沒有跟這個其他的台灣人說 特別說這個民意調查下去 我們的頭頭頭 大家廟下 現在大家都在什麼 獨立 就站起來 我跟你說 董事有什麼好處 你認為獨立有什麼好處 你看 有什麼好處 第一 做兵 第二 交稅金 第三 買武器 你如果不獨立 變成美國的尖命地 你就永遠享受榮華富貴 你要相信嗎 我說禮給你聽 波多禮歌 我已經說過了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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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過就好了 還要什麼 別浪費 時間 再來 再來 我們台灣既然 是日本天皇的土地 有人跟我說 有人本來不相信我們說的日俗美戰 他說 他說 他不相信日俗美戰 後來 聽我們說這些歷史意義 他們已經開始相信日俗 不是美戰 美國軍事政府 他們已經相信了 但日俗到今天為止 還有很多人 頭子 回不去 其實你看看 一個中國政策 會贏 你有看到嗎 一個中國政策 就講得非常清楚 裡面有跟你說 台灣不是美國的一個州 就表示台灣不是美國的 馬關條約將 台灣割讓給日本天皇 表示跟中國無關的 所以最後的一個選擇 台灣跟什麼人有關的 跟日本有關的啊 現在跟日本的關係 要黏起來 怎麼黏 有人不要黏 馬關條約 就是掛給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在台灣 時時公民法 時時憲法 這個土地的人 跟土地 人民跟土地 都變成日本天皇的一部分 你如果我當這個部分 稍微看它了解一下 你就會非常清楚 我們這個職訊 職前訓練的 其實職前訓練 我要和大家說的就是 有十點 這當然喔 你台南州那些人 有聽過了 但是我相信 你如果再聽一次也不錯啦 第一 做一個台灣民進或政府官員 要有堅強的信心 同時你的目標要明確 而且不能動搖 這非常重要 要有堅強的信心 這個信心當然美國會幫忙我們 美國也要跟你們幫忙 對不對 我有說過啊 美軍進來台灣 最明顯的證據就是 美軍一次台灣最明顯的政治就是 你都看得到的 在哪裡 內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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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看到 內服 美國學校啦 美國學校已經全面擴建 那個高雄的淬華路 美國學校擴建五千人 五千的小孩 各個年級都有 美國 天母的美國學校擴建四千人 你想想 你知道嗎 就要給美國負責的人 才能擴建 要去找 一次找八九千的 美國人來擴建 這不是美軍要進來的現象嗎 你聽到嗎 很清楚的嘛 你沒看到美軍 但你已經讓你看到美軍的孩子 那不是 後期起來的時候 我一看到學校蓋起來 而且已經差不多了 我說這樣好不好 你台灣人還沒相信 那種的台灣人 實在是 智商有問題 真的啊 是智商有問題啊 再來第二點 要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所有台灣民政府的政府官員 都要有解決問題的力 就是說不求人 不用去拜託 什麼事情 都要自己處理 所以你們現在現實是 你職權訓練裡面 分發到各周以後 我們已經有強迫規定 你是中央的參議員 三個月之內 你最少要介紹兩位 新的學員 跟你在一起 中央的內閣 要介紹三位 而且這三位最好是跟你同一個單位 你這樣合起來四個人去政府 你這裡不會讓人欺負啦 但是我們這個規定下去 有的人很快的速度 他馬上三個已經找到 他以後會自己衡量自己 說我這樣沒辦法 沒辦法的人要怎樣 轉到周裡 周的內閣要介紹兩位 還沒辦法要怎樣 你就轉到俊 俊讓你單打獨套還沒關係 所以你自己想清楚 你這個職業訓練 你的職業訓練 那個叫專訓的時候 因為下個禮拜 是高雄的專訓 這是六個州的最後一個專訓 所以你們如果這個時候已經決定 要參加民政府的行列 你們開始要經事務了 當你現在要經 現在沒辦法 因為現在電腦都瘦了 但高雄現在要再開 其他的專訓 因為今天在台南州的內閣跟議員 來這裡專訓 要過別的州 因為時間付不到 所以我們在職前訓練 下個禮拜你也可以來參加專訓 就是確定你的職務 確定說你要做什麼 確定的時候要怎麼確定 你要在中央的電腦裡面 輸入你的職位 這樣的話你才有確定 只有州決定 州裡面跟你決定 那是不算數的 一定要中央的電腦輸入才有算數 聽得清楚嗎 有啦好 再來 台灣民政府的同心 你要有慈悲的心 要有同情心 要有同理心 一定要為百姓設想 這樣子你才會有智慧 所以你的品性要優良 要有公德心 還有公義心 我常說我們台灣民政府政府官員 不管你是官員還是議員 你都要很客氣 對人客客氣氣 同時專訓的時候 我們就有規定作業 議員的作業是什麼 就是要將我們12個法案 要把它享讀 而且對於議事規則 議事章程都要很清楚 內閣你要按照你所選的職務內容 每一個月在中央集會一次的時候 你必須要寫你的報告 讀書報告 這個讀書報告 如果你自己用寫的 你要用A4的紙寫五張 你如果用電腦登錄的要用十張 然後每一個月送來中央我們會檢查 同時請專家幫你評分跟你討論 所以除了下個月12月高雄做的專訓以後 我們第二次專訓 那些法案就成為正式合法的法案 這時候就開始完 所有的議員都到了 中央12月6號7號 他們是第二次 要來我們中央 要去把那個12個法案 要經過二讀跟三讀 三讀以後那些法案 就成為正式合法的法案 再過那禮拜我們就開始 可能議員 按照各州的議員的數字 然後看我們這裡的容量 一次也許有兩個州 三個州一起來 然後各州讓你們學生來學生 隔園也是一樣 兩個州或三個州的隔園一起來 然後你相同的部分的人 坐在一起來討論 我們是有計畫的 我們不是隨隨便便 我們是有計畫的培育 台灣民進政府的政府官員 所以也許你會覺得很艱苦 但是我跟你說 這算是最不太艱苦的 因為雖然你來這裡培訓 你有在做功課 你再也不是一個素人 所以希望說 像這個半年 大家 好好的努力撐一下 我們就很快會執政 第四點 台灣民政府的政府官員 要有判斷能力 所謂的判斷能力就是 要觀察 思考 系統 結構 整理 分析 觀察一件事物 然後要思考這件事物的結構 然後很有系統的把它分析 系統分析以後 整個事件的事情的來龍去脈 它的結構把它分析出來以後 那麼要整理 整理了以後 你就決定說 你要怎麼著手 要去做 這是我們台灣民政府官員 應該有的 很負責的那種責任 第五點 每一個人都要有宏觀的智慧 要有 宏觀的智慧 你要培養你的氣度 宏觀的智慧的意思是說 你對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大家所最缺乏的是什麼 就是國際觀 不是像林 連勝文說 他要說英語 那就是國際觀 他錯誤的觀念 國際觀要從哪裡來 從電視以外 你要多看書 國外的書要多看 你說尤其是歐洲 我們一直在推崇的就是 托亞入歐 我們希望把我們這些 從亞洲所得到 從中國所得到的一些壞的習慣 把它放掉 然後呢 吸收歐洲最進步的內容 歐洲有什麼進步 有沒有 有 我講英國 英國 夫妻一結婚以後生了小孩 淨戶就給你一個存折 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會錢到你的存折裡面 英國人他們是因為他得國也這樣 你這個小孩生出來 這表示說這個小孩是政府的 政府的是政府請你別母 是這個小孩 我跟你講 這個觀念很新耶 台灣人沒有這樣觀念 中國人更沒有 小孩子生了以後 就是屬於國家的 每一個月 會在你的戶頭裡面 他的股靈錢 這個小孩的穿衣的錢 他有一個平均數字 他都會給你 所以很多中國人偷渡去英國 我去德國很開心 小孩一生 你看看 你去英國 還是去德國 最近 百貨公司 三小孩 都中國人 你又不是說 你們為什麼 你那麼笨 你不會生嗎 生個小孩子都不用錢 但是英國跟德國 現在已經開始在反彈 因為那種是那個人權國家 你只要能夠偷渡到那個地方 賴著不走 你就是那個人 所以他們現在也在反對 所以不怪有人瞎起說防禍 就是防種人帶來的災禍 就是中國人 我們 老闆 這好處我們把它學起來 所以呢 我想說台外民主 以後 要增加一項 生了小孩 政府就給你一本存責 這樣好不好 好 嗯 許小三沒有存責 來 第六 要有堅強的智囊團 這所謂的堅強的智囊團 就是我們現在說 那個滾手要有八位的軍手 的軍務委員 我們現在每一個來家 都要帶兩個三個 這兩個三個 合起來 做一個很好的一個團隊 這是你的智囊團 你絕對不可能單打獨鬥 後面的台灣人 生活絕對沒有問題 政府跟你絕對照顧得很好 十八歲以上 你有一間房子好大 你有後進步 生的小孩 政府跟你騎 生的小孩 因為幼稚園一直帶到祝福 都不用錢 欸 你貪污要做什麼 你貪污沒有用嘛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幫你保證 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想要來台灣 同時我們又是一個醫療國 人都不會死 但是 所以 未來的台灣民政府 我可以跟你說 真的是我們有很好的一個圓景 更何況 我們成立台灣民政府以後 這個台灣啊 我們是不經過流血革命 我們是唯一 全世界上唯一 用不流血的方式 以法理的方式 得到政權 沒有人想不想我們會 我們會感到自己很驕傲 你說對不對 對 對 第七點 我們要聽老百姓的需要 聽專業的意見 我們只有聽百姓的需要 不是聽百姓的意見 百姓的意見 百姓的意見 不一定聽 因為很多人 跟姐妹為止 很多的人 他的意見 都是自私自利的意見 但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這些官員 有太多困難 我們自己本身 一定要很清楚 到底 我們要做什麼 百姓需要什麼 聽他的意見 可是呢 聽他們的需要 然後呢 來決定的時候 我們可以聽一些專家的意見 這專家意見 就是劣智囊團 也不要獨斷獨行 這樣也不好 再來第八點 我們要有說服力 你要看 有的 東芯 現在在中央的內閣 聽說要找三個 走一個走 走一個走 現在走一個走兩個 走一個走一個 走一個走去駿 駿不用找 這種的沒有效 你就沒有說服力 你連你自己的朋友 你都說服不了 請問你可以做什麼 不要只去去去 台灣人很害 歐中國人去去去 都去去去 碰風操斷 結果呢 無盤撇 你在你的內閣職位上面 好好的把你的這個職務 把它弄好 把你職務裡面 所需要的一些知識 把它當路把它找好 當然啦 我們後來的這個 上課的時候 內閣的時候 我們會幫你教 教說你要怎麼找資料 怎麼樣會變得更好 再來 這個 我們除了有說服力以外 我們要有體制內 運作的執行力 在體制內 所謂體制內 就是一定要遵循法律的規定 法律怎麼規定 我們就怎麼做 不要頭吃飽 這個不是好方法 再來 在九點 要有 要有傳承的心 所謂的傳承的心就是什麼 就是要提拔後勁 台灣人 尤其中國人 他永遠不會提拔後勁 都很怕 把人的力量比你更強 這是錯的 你一定要 然後 將 有能力的人 推薦出來 把 有能力 可以做事情的人 推薦出來 來替百姓做工作 這才是我們台灣民政府 應該做的事情 最後一點就是 我們要有實踐的能力 要有實踐能力 什麼叫實踐能力 就是說 所謂的事情 所謂的事情 不怕困難 你要去把它做好 是你現在 你專訓 你的職前訓練 今天結束 你們進入五關 你又過就是什麼 經濟業 你要開始挑選你的職業 但是你現在挑選職業 現在我們是不會開放 但是12月6號 到7號來的時候 我們會開放所有的電腦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意願 挑選你自己的職務 有清楚嗎 好 來我來大概問一下 現在很多職訓 你想挑選議員的請舉手 你是要挑選進議員嗎 對 春俊而已 是喔 春俊喔 你這樣沒什麼志氣 蛤 蛤 軍議員 我知道了 沒什麼志氣啦 沒有志氣啦 又說那些大聲 要填內閣的請舉手 嗯這些有志氣 手放下來 啊這些比較年輕人 跟我們要欠議員 如果我看到我會罵你 啊你聽得到嗎 尤其是 五十歲以後都要做內閣 他剛才還有一次 五十歲以上要做議員的騎手 我只要 蛤你都五十歲嗎 哇 真的嗎 真的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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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五十歲我也沒當年嘛 對不對 五十歲以後的 不能去做議員 我先跟你說 我這個電子要設定 五十歲以下不准當議員 那扁堂 只要抓手而已 贊不贊成 贊成 不可以這樣啦 不可以這樣啦 我看喔 議員喔 議員 後各位開始 我要開始 那個議員的那個功課 要有比較重 讓他重到不怕做議員 這樣好不好 好 你們說的喔 哈哈 啊 內閣喔 也是一樣要有努力啦 內閣就是 你見好節目後 你叫你的 我們所選擇的職務 一樣一樣上網去看 那個後面的 那些是 這邊台南酒來 你們可以提前走啦 後面 台南酒的騎手 台南酒 之前訓練不行喔 之前訓練要考慮的 之前訓練的一定要考試 沒有考試沒有考試沒有考試 你沒有比例 我先跟你說 那個喔 後面就是說 台南州 的議員跟內閣 和外州來參加補訓耶 你們可以開始離開 帶著很快樂的心情回去 欸欸欸欸 你們職訓的不能走啊 職訓的不能走 我先說喔 你如果今天走 你職訓的如果走了 沒有考卷 你是零分喔 來 現在參加職訓的 開始準備要考試 你們考完試以後 只要你交了卷 你就可以離開 然後參加職訓的 緊接著下來要做的 看過就是你們的專訓 就是議員 隔園或者是黑熊的專訓 然後挑選你的職位 你就已經完成了台灣民政府 為官的手續 那個班長請準備 預備考卷 要上廁所可以先上廁所 五分鐘以後開始考試 五分鐘以後開始考試 我先講 你不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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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分析 有勞 還會 我要做 你不敢動 你不敢動 我不要動